中解救出来的 好臭啊 这是什么毒物 大将军不必担心 杖魔毒极其霸道 能对付他的 只能是更毒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 以毒攻毒 说得轻巧 以毒攻毒 也得看小兵的身体 能不能扛得住啊 你可别拿小兵的性命 当儿戏 大将军放心 没点把握 我不会贸然行事的 殿下尽管出手吧 只要能治好兵儿就行 那开始吧 一品原文 用这种最低级的原文对付杖魔毒 能有什么用 要彻底驱除杖魔毒 单靠千以十度纹是不够的 你还要学会八道一品原文来配合它 这八道原文 刚好将冰儿腰坠三寸的杖魔毒 重重封重 能否成功 就看这二品原文 千以十度纹了 嗯 这道二品原文的复杂程度 比起一些三品原文都不逊色 接下来 就是最重要的时刻了 齐 小兵 小兵 杖魔毒被逼出来了 吱 这 箑 所以 呀 恩 说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殿下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 全角无眼 来请见谅 只要我们能治好卫兵 卫苍蓝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如果那个大使真能救比尔 我该做出选择了 殿下 太厉害了 之前是我眼中 还请殿下见谅 卫统领快人快语 不必放在心上 请 殿下还真是好本事 难怪我那不成器的弟弟 会败在你手中 说来 还得感谢你们齐王府的悬芒术 我们齐王府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拿的 那就希望不会再有人 当宋宝童子了 念 两位 不管你们恩怨有多大 最好 不要坏了我苍蓝郡的规矩 清清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闹 清清 清清 小兵的病情又恶化了 大将军命武 马上带人过去 爹终于下定缺心了吗 有请赢大师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赢大师 精通三品驱毒员文 三品驱毒员文 我们大厨可没几个慈等人物 想不到你们齐王府 精能请来一个 有劳赢大师了 三品驱文也敢成大师 我身边这位可是什么都没说呢 七号 让你费心了 我们赶快去为小兵驱毒 看他那样子 我这座哥哥的也很心痛 殿下我们得失陪了 请殿下先在军中休息 正好我们也要拜访魏将军 就顺道一起去吧 也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那殿下请吧 殿下 七号若真能治好卫兵 我们在苍蓝郡 怕是要有麻烦了 有了这份恩情 想来到时候魏苍蓝 就算再坚定都会动摇 不过 一个三品驱文师 真的有把握对付黑毒王的账魔毒吗 爹 周元见过大将军 父王让我向您卫生好 可不太好啊 我看殿下都是恢复得不错 大将军 大将军放心 赢大师一定能让小斌恢复健康 啊 见过大将军 啊 有劳营大师波容前来 不知大师可了解账魔毒 账魔毒嘛 早年行走黑渊时 曾破解过 啊 那有劳大师出手救治小儿 事成定有重谢 哎 大将军不必多礼 我来这里也只是受齐王所托 终人之事罢了 那我这里先谢过齐王的好意 若是真能治好宾儿 我定会登门道谢 将军不必客气 这只是父王的一点心意而已 哼 只要他为苍蓝能踏进齐王府 就相当于宣告苍蓝军站到了齐王府这边 到时大周的其他势力必定闻风而止 纷纷投靠齐王府 皇室就成了孤家寡人呢 事不宜迟 大师 请为宾儿驱毒吧 大将军 我也研习过原文 让我一起去看看吧 正好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一下 殿下想跟来也无妨 只是我的手段 可没那么容易学走 那殿下一起来吧 大师 请 嗯 毒气已深入骨髓 再拖下去就回天无力了 大师 请一定要救救小弟 把公子的上衣 把公子的上衣推下 也还能承受 瑶瑶姐 你觉得这赢大师的原文如何 在外行人看来 是挺热闹的 什么 小弟 大小姐莫及 我这化毒纹 能化解天下万毒 而正化解令地体内的战国毒 只是过程 痛苦而已 小弟 雀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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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banks DIRECTOR 小弟, 赵魔毒化解了。 赵魔毒真的没了, 大师可真是我魏家的恩人啊。 不必谢我, 我只是种齐王之事罢了。 周元殿下, 最近苍蓝郡鱼龙混杂, 殿下一行就暂时留在军营中吧, 那里最为安全。 这魏苍蓝倒是食食物, 马上就要将这费殿下变相软剑在军眼。 看他还怎么和我争火零碎。 魏将军。 他已经够可怜的, 有人却还要给他虚假的希望。 就不怕他将来发现真相, 陷入更大的痛苦和绝望吗? 小丫头, 胡说什么呢? 这位姑娘何出此言? 什么话读问? 可笑。 不知天高地厚, 你眼瞎了吗? 没看到魏公子身上已经没有毒气了吗? 你再胡搅蛮缠, 莫怪老夫不客气。 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若只是胡言乱语的话, 就算你是殿下的人, 我也要教训你一番。 拿根银针, 刺他腰椎三寸穴位,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大将军, 老夫受齐王之托, 才来为令郎解毒。 可不是来受一个丫头侮辱的。 大将军, 营大师千里迢迢来救助小编, 若还遭人恶意嘲讽, 怕是会寒了人心呢。 周元殿下, 这位姑娘行事颇为无理, 你还是请她出去吧。 大将军, 世官魏公子性命, 最好还是查探清楚, 免得日后追悔莫及。 这样, 大将军就先按妖妖姐说的验证一下。 如果妖妖姐说的不对, 我愿接受大将军的任意处置。 爹, 世官小弟, 我们谨慎求证也好。 大师请多包涵, 若是待会儿发现他们在污蔑大师, 我定为大师讨回公道。 拿针来。 指刺摇椎三村。 他全身的杖魔毒都被逼到此处, 刺其他地方没用。 杖魔毒? 啊? 赢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这, 应该是还有一点点毒气残留吧。 赢大师, 那赶快把他们炼化掉。 他那根本不是什么化毒吻, 只是一道压毒吻, 暂时将杖魔毒压下去了而已。 但顶多一年, 杖魔毒就会再度爆发。 到时候, 再高明的手段, 也是回天法术了。 我这手段, 即使太初尽强者都难以察觉, 这丫头怎么一眼就看穿了? 赢大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赢大师, 是我一时失差, 竟被这奸人所骗。 还请大将军恕罪。 来人。 在。 请七公子下去休息。 是。 姚姚姐, 你有办法帮卫兵驱毒吗? 只要人还没死, 自然有办法。 魏某先前多有得罪, 还望姑娘莫要在意。 不知姑娘可有手段救我儿。 我不救。 不过, 她可以救。 姚姚姐, 你不要坑我呀。 大将军, 带我先看看。 姚姚姐, 你也一起看看。 姚姚姐, 我怎么救? 她说要准备一些东西, 需要时日时间。 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忙。 也就是调制一些刻画原文的原料, 她自己来就行了。 姚姚姐这么说, 想必是有几分把握。 大将军, 我可以救魏公子, 不过, 有两个条件。 冰儿是我儿子, 为了他, 就算是要我这条命, 我也不会犹豫。 首先, 我希望大将军, 能协助我得到火灵碎和御英国。 哦, 黑渊一记一事已经传开, 想争夺火灵碎的势力很多。 但, 只要殿下能救冰儿, 好, 我必全力相助。 其次, 我想请大将军, 把府中的吞原石让与我, 我另有他用。 吞原石虽然珍贵, 但是跟冰儿比起来, 不知一提, 送给殿下, 有何妨。 多谢大将军, 我定全力替魏公子驱毒。 嗯, 清清。 在。 你命人安排一下, 让殿下这段时间, 就住在将军府。 是, 殿下, 请跟我来。 嗯。 殿下, 您真能解了那赵某毒。 你问我, 我问谁去? 那恐怕十天之后, 我们就要被赶出苍蓝军了。 哦。 瑶瑶姐, 以你的原文修为, 解决那杖魔毒还不是会坏手的事。 为什么还要拉我下水? 那家伙之前凶我, 还想要我出手救他儿子。 想的没? 呃, 这仙女一样的小姐姐, 心眼怎么这么小? 哦, 今日一见到魏公子, 我就仿佛看到了受苑蓝毒折磨的自己。 可我神魂就虚静中气, 刻画不出三品原文。 谁说要三品原文了? 哦。 那老家伙没本事, 才要靠这三品原文压制杖魔毒。 接下来十天, 我会教你一道名为千以十毒文的二品原文, 和几道一品驱毒原文。 到时你按我的吩咐去做, 解决那杖魔毒, 应该不难。 这是刻画千以十毒文需要的材料。 快去准备。 全都是各种元寿的毒穴。 瑶瑶姐, 这会不会搞死那魏公子啊? 没听过以毒攻毒吗? 听是听过, 但魏将军得罪过你, 谁知道你会不会趁机报复。 那我明天再来学这道原文。 现在很晚了, 大家先休息吧。 今天魏将军, 要是没答应你的要求, 你也会求我救人吧? 那费殿下居然夸下海口要救卫兵。 派人盯紧点, 看他在搞什么鬼。 是。 齐灵也敢去黑毒城, 只要他拉了黑毒王, 就算魏苍蓝真的被周园拉拦过去, 也不足为据。 你确定你能代表齐王府跟本王谈结盟一事? 齐王允许我全权与城主进行商谈, 城主可以先提合作条件。 哦, 条件? 那本王就不客气了。 本王想要马上见到魏苍蓝的人头。 我早就提醒过, 别这么轻率冒劲。 我打算派陆铁山带人, 先去摘取御英国和火灵岁。 或是, 尽量拉拢魏将军站到我们这里。 我选择, 祖龙京, 我必须强大到任何存在。 无法对我所在乎的人, 造成一丝一毫的威胁。 哦, 这些话你都嘱咐一百遍了。 别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能不担心吗? 要要, 你出去散散心也好, 路上替我看着点儿元儿。 陆铁山。 在。 务必把元儿安全护送到苍蓝郡。 王上放心, 若殿下有事, 属下提头来见。 父王, 母后, 我走了。 殿下! 殿下, 等等我! 嗯。 王上, 王后, 殿下这一趟肯定不会太平。 让我跟殿下一起去吧。 好有威, 你们路上也相互有个照应。 是, 王后。 走吧。 ! 啊! 这路上真无聊啊 不知多久才能到苍蓝郡 你这么闲 刚好神魂也达到虚境中期了 就练习这二品晶圆斑山文吧 怕能短时间内 大幅增强你的肉体力量 这原文还真复杂 练起来只怕不易 练练练 我练 有什么好笑的 你也想练起来 皇室的下品玄约术天罗手 殿下 这太贵重了 拿着吧 你快踏入氧气境 该有个好元术 况且此次 我们也不是去游玩的 殿下放心 我会尽快修炼成的 接下来我们有难同当 一起修炼 我还得修炼父王 给我的一道中品玄约术 黄金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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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 我只是打了个盹而已 马上继续收敛 马上继续收敛 他要开辟出气服了 等开辟出来 体内经脉就会完全连通 便是进入氧气境了 听说气服按照颜色分为四级 级别越高能容纳的元气越多 绝大部分人只能开辟出低级的无色气服 只有根骨杰出的人 才能开辟出幼威这种青涩的二级气服 变成紫色气服了 想不到幼威的根骨如此之强 这就是氧气境吗 好强的压迫感 幼威 恭喜踏入氧气境 还开辟出了三级气服 不过 我的气服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被分成两半 我帮你看看 幼威姐 幼威这是什么情况 你的气服很特别 应该是传说中的阴阳气服 阴阳气服 你身上的阴阳元根本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根骨 应该也是因为它 你才会开辟出阴阳气服 幼威姐 这阴阳气服 是好还是不好 阴阳气服 相当于拥有两种不同的气服 可以同时修炼两种功法 不过 你必须同时修炼等级相差不多的 阴阳两种属性的功法 否则会打破自身的阴阳平衡 反过来毁了你的气服 正好 我们皇室的阴阳绝 是四品阳属性功法 你先拿着 殿下 这可是皇室才能修炼的 四品元气而已 我还嫌它品杰不够呢 我这寒命真经 刚好也是四品阴属性功法 能修炼出四品寒命元气 谢谢殿下 谢谢妖妖姐 好好修炼吧 将来你要是能打破气服之阁 阴阳相容 必将成为天地间顶尖的存在 你的晶圆班杀文练好了 还没还没 我这就去修炼 殿下 前方就是苍蓝郡城了 我们人马太多 只能去城外的苍蓝军营驻扎 是 那就去军营吧 天色也晚了 明日再去拜访魏将军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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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何人 进军统领陆铁山 本王命 来苍蓝郡 陆统领 魏青青功后多时了 哦 原来是魏将军的千金 这里只有苍蓝军副统领魏青青 可没有什么千金 啊 这位是周元殿下 来 姚姚姐 小心啊 小心点啊姚姚姐 这就是在大庄复祖室上 击败齐悦的肺病下 原来还是个风流殿下 看来 富士能力被红翁你不小 各位跟我来吧 我会帮你们安排进驻营地 这姑娘 怎么见面就给我甩脸色 就是嘛 清清姐 这些就是从都城来的客人吗 哦 这位是周元殿下 这几位都是苍蓝军的将领 她是我的堂妹魏婷 原来这就是咱们文明侠尔的周元殿下呀 殿下长途跋涉 还带着美人相随 可真是会享受啊 我是齐浩 听说我那不争气的弟弟 被殿下斩断了一只手臂 拳脚无眼 还请见谅 齐浩 杨气竟不齐 那小子既不如人 被教训也是活该 我们早就听说了 周元殿下近期要过来 已提前备好了欢迎宴 还请殿下 晚上一定要参加 军队的兄弟们性格都比较耿直 殿下不来的话 怕是会让大家觉得 殿下是看不起他们 那好 我一定会参加 还有 好心地提醒殿下 苍蓝俊锦灵黑渊 在这里死一个殿下毫不稀奇 殿下务必要小心 那你更要小心了 死一个殿下都不算什么 死一个小王爷 更算不上什么了 殿下 晚宴见了 大公子 那非殿下到了 齐管家 接下来你别露面 毕竟在父王的公告里 你已经被流放千里了 是 朔家暗中带盈大使过来 协助大公子 拿下魏苍蓝 还能火零碎 魏苍蓝肯定清楚那费殿下的来意 但只要我们能治好卫兵 魏苍蓝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大公子放心 盈大使是驱毒的元文高手 很好 今晚 我会先给那费殿下一个下马威 别了解 殿下可真是好雅兴 走到哪儿都带着美人 魏副统领 你也是女子 何必将别的女子当作百射 居然是氧气劲 好 抱歉 是我眼拙了 如此出色的女子 竟跟在这风流殿下身边 未免太拼了她 周元殿下 看了这么多场苍蓝军和禁军的比试 你觉得苍蓝军和禁军谁更强呢 她这是想把我放在火山口吧 我要说苍蓝军强就错了禁军事情 要说禁军强又伤了苍蓝军一命 以后要收复他们的军心就难了 哼哼 不愧是能和禁军并驾齐驱的强军 今晚就借这个机会 让我向苍蓝军兄弟们 致以忠心感谢 感谢你们多年以来 坚守苍蓝军 保我大洲边际 固若金汤 好 好 好 这是我们苍蓝军的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好 太客气了 刚才殿下的话真让人感动 听说殿下在大洲府府 是力挽狂澜 苍蓝军兄弟们都很好奇 不知殿下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 是啊 殿下 露一手了 姐姐 大家都想看周园殿下的能耐呢 你就别扫心了 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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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车马劳盾 还是让禁军的兄弟 继续跟苍蓝军的兄弟们玩吧 苍蓝军兄弟们 更想见识见识殿下的身体 对 对不对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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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是想让我在苍蓝军面前抽传 多削弱我皇室危影 殿下 殿下 殿下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 毕竟我们这些莽夫 与殿下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难得大家兴致这么高 我怎么能冷了气 让我来 请殿下赐教 这是苍蓝军中一位八脉豪士 殿下在俯士上 击败了我那依靠破脉绝开八脉的地理 想必对付他也不是难事 只要你能接我一招 就算我输 一招 一招 一招就能击败八脉啊 殿下 可我气倒是不行 这把中品援兵 拿去陪殿下切磋 赢了就是你的 是 是 八脉 开 啊 这家伙比齐不强多了 哼 上品元术 炎刀斩 啊 嗯 这是我齐家的玄芒术 啊 怎么样啊 啊 发生什么啊 什么回事啊 啊 这 结束啊 是什么啊 啊 啊 一招击败八脉好手 毁了中品元兵 这力量挺有多强啊 原来传闻是真的 承让 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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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儿 鸣儿 好 来人 将军 你去问齐浩 他说的那个营大师 什么时候能到 是 当年要不是王上你姗姗来迟 我何止于要孤军奋战 害得鸣儿深染仗我毒 终日受苦 这次为了鸣儿 我该做出选择了 如果那个大师真能救鸣儿 王上 那我只能对不住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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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